我觉得很悲哀 一直以来 我都是非常欣赏中国的抗疫政策 中国雷厉风行上行下效的统一风控 以及这个清零政策 可以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4亿人始终被保护的好好的 可是现在 这个盲目开封躺平之后 中国成了全世界人嫌弃的瘟疫之都 中国来的人 现在没人敢接待了 最近有一架飞往埃及的中国飞机 到港后60%的乘客阳性 埃及政府强令飞机立刻回程中国 并召见中国大使 对中国这种不负责任扩散病毒的行为表示抗疫 现在是埃及 很快就会扩散到每一个国家 中国要想 本来的目的是想恢复经济 和各国打成一片 学习外国躺平 可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有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 而且中国低端人口很多 中国的疫苗 疫苗量不足 中国的这个药物准备不足 就是退烧药这些都准备不足 而且中国的这个医疗系统 非常的落后 你不能像美国英国那样 说开封就开封了 对不对你这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不要因为有些人抱怨一下上门上街搞搞白纸运动 那些都是被西方反华势力策划出来 想搞乱中国的这种阴谋 结果你现在反而上了当 就因为有一些汉奸 汉奸的专家像张文宏之流说 开封以后没有关系 90%的人会没有症状 可以和世界接轨 中国的经济会恢复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 说一大堆 神经病你看以后我跟你说 以后出现的惨景就是 中国人到哪里都会被当作瘟疫看淡 甚至比当年武汉那时候还严重 而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裔呢 也会殃及持余 就会被被被被被 被中国人拖累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长得跟中国人一样 可是我们没回过中国 可是在外 以后在外国人眼里 不管你到哪个国家 对不对 人家都会把你当瘟疫看 你想看一架飞机六成的人都感染 你你我跟你说 现在的事情就是什么 黄泥掉裤裆 不是死也是死 所以中国人拖累了全世界的华裔 我觉得中国政府这种 完全不负责任的这种行为呢 就让人不齿啊 我觉得我一直是支持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 我觉得现在怎么会 做出这么荒唐的一个政策 一个决定 突然一下180度大转弯 完全不管了 什么健康麻松不要 而且随便你连隔离都不要 你这不是胡来吗 你这不是 所以中国可能要完蛋了 我跟你说 顶那个肥猴尬 太惨了 我今天刷到这个视频